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,85岁资深体育主播副大人保受一脏奶之苦,宣布将于台湾时间今天下午5点在瑞士执行Alice,他昨接受媒体专访十字报,此生唯一放不下的怨恨是被未来体育台封杀20年。 对此,未来体育台回应尊重他的说法,不能,也不已有任何扩充的说明,任何的回应在这个时间点都不对。 傅达人受访宣称,当年原本被指定转播某场赛事,却无预警遭时任未来和幸副总封杀,傅达人自述是不知怎么得罪他,从此藏怨20年,现在看来即将含恨而终。 未来体育台现任台长文大培表示,以电视台立场,只能尊重傅达人说法,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回应什么都不对。 文大培表示,至于以他个人立场,他与傅达人同在一个圈子,相识多年,也有词交,私下都尊称他为傅大哥,傅达人从来没有透过电话或任何交流联系,向他提过这件事, 这也是他接任台长前的事,他真的无从回应,站在以长者为尊的立场,傅达人是长辈,还预告即将过世,如果真如他所说,心中有疙瘩,只能说尊重, 不要带住任何一点仇恨离开,希望他心里不要有疙瘩,希望他能放下,自由电子报关新年,自杀不能解决问题,勇敢求救并非弱者,社会处处有温暖,一定能渡过难关。 傅达人选择今天执行Alice,翻射自脸书 傅达人选择